学校开学了,学生又要背起书包上学去 谈到书包最经常见到的就是那种背负式的书包 而这里面有一个国家它的传统是最有趣的 就是日本的小学生书包 你一定会想到为什么日本小学生都背这种千篇一律 看起来硬邦邦的书包呢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有趣的因素 首先它是不是看起来很像军人穿着背包 的确它其实最早的起源就是来自于军人的那种背包 而且为什么这种硬壳造型难道学生背起来不会很重吗 其实并不会 而且能帮助你的脊椎能够笔直 不造成身体上的一些伤害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设计 以及改革的起源 当然最重要的是日本的重视传统 一直从125年前开始 小学生几乎都把这个视为自己 在上学的时候 父母亲给他们一项最重要的就学礼物 也代表着自己在学校求学的一个终身的成就的保障 书包学问很多 日本的小学生书包 尤其令人感到有趣 如今最新的设计是什么呢 花色有没有改变 材料有没有改变呢 其实你会很惊讶发觉 日本真的很重视传统 几乎还很不愿意去改变 这已经有125年的历史 让我们带你走一遍 日本当红小童心古花音 又唱又跳代言小学生书包 超卡哇伊的样式及颜色 吸引着电视机前小朋友的目光 这种有着阴影外壳 看起来像迷你箱子的后背式硬皮书包 连台湾人也对它不陌生 多半会想起卡通角色 总是背着那可爱的红色书包 不少卡通粉丝干脆就昵称它为小丸子书包 其实在日本这种书包称作 原自荷兰语背包这个单字 指的就是专门给小学生使用的书包 虽然日本政府并未规范小学生书包的规格 但家家户户几乎都会让家中小孩 背着这种硬皮后背书包上学 而且超过百年历史 缘起得从200多年前的江户时代说起 当时军人背着布包行军 后来的贵族学校开始仿用当作书包 西元1887年 当年的首相伊藤博文 特别定做献给皇太子上学用的皮质相写书包 由于皮革昂贵 当时硬皮书包 旨在王宫贵族就读的学校流传 4月21日 初等科学生事业 爱子様是 雅沙子様和一同投稿 当今的日本小公主爱子 就读小学时身上就是背着黑色的硬皮书包 时间再往前倒转53年 爱子的爸爸德仁皇太子 以及爱子的叔叔邱小公亲王 还有姑姑寄宫公主 童年读书时光 也都离不开这种后背书包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 起初象征贵族子弟的Landosele书包 渐渐普及于庶民大众 Landosele最大特性除了耐操耐用 主要还拥有绝佳的脊椎保护功能 采用硬壳的设计 摆放书本不会左摇右摆 书包也不会变形 重量完全集中 防止伤害小朋友肩膀造成驼背 符合人体工学打造的Landosele 另一项最大特色是保留手工制作传统 师傅就从一张皮革开始下手 剪裁打磨到定型绵合一步步手工来 当中重重机能性更是让人惊叹 光是这两条背带设计就隐藏着大学问 书包要背得舒服 关键在于贴合身体线条 因此背带贴合肩膀的地方宽度会加大 内侧则使用轴转材质减低负担 书包最脆弱的接合处 师傅还会以手工加强缝补 而书包背部塞入柔软填充物 形体触感几乎媲美抱枕 小朋友背上他走路时 因为贴合着背部不容易左摇右摆 每到四月份日本小学开学季 各大百货都能看见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挑选书包 从琳琅满目的广告就能看出业者竞争之激烈 最大卖点除了耐用 很多都还提供保固长达六年 孩子从小学一年级背到六年级 书包一旦有损坏故障 请得到专门师傅手工修理到好 也因此一个朗豆塞鲁书包 价格虽然不便宜 日币一两万起跳 贵的要价十万元也不足为奇 折合台币得破万 许多家长人不吝啬 就当作是送给心肝宝贝最棒的入学礼物 看准爸妈宠爱小孩的心理 广告诉求母女温馨情 小女孩即将入学 透过一纸赠送的书包 妈妈对女儿的挂心与深情浓浓流露 外观看来再朴素不过的书包 追求真才实料不划众取宠 正源自日本人龟毛讲究的性格 而从最初使用的纯牛皮马皮 时至今日历经改良 不少业者以纺皮塑胶取代真皮 不只重量减轻 价格更亲民 颜色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红黑两色 为了抓紧使下小朋友喜好 款式有了多样化的趋势 有趣的是 Lando Sele推陈初心 可让一群保守消费者小小抱怨 塑胶虽然轻又便宜 但就是少了一股皮革久用 月见光泽的特殊质感 这点就连漫画樱桃小丸子作家 都深有感触 忍不住在作品中小小抗议 但不管业者如何创新求变 对品质的坚持始终如一 大和民族一丝不苟的达人精神 至今仍体现在这每个小小书包当中 Lando Sele对日本人而言 与其说是伴随童年的消耗品 不如说更像是增长着儿时记忆 历久迷心的工艺品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云端事件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